人爱奈克公司创始人菲尔·奈特认为,他自己之所以能投身创业,并且建立了奈克这家伟大的公司,一切都来自于对内心爱好的追随。 前面说到,在1962年的时候,作者才刚刚24岁,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容易害羞,面色苍派,瘦得像电线杆一样,并且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,也没谈过女朋友,表面上看起来应该是个成年人了,可总觉得我自己仿佛是个孩子。 那伙儿的菲尔·奈特,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年轻人,在那个年纪,也曾非常迷茫和挣扎,当时他在大学读完的商学院硕士,待在家中,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找一份怎样的工作,为了缓解这份焦虑和迷茫。 菲尔·奈特经常在凌晨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,偷偷一个人溜到后山上,不停的在树林间奔跑,一边跑,一边不停的自言自语发泄,对自己吐槽和抱怨,然而最终结束这一切的,就是邪狗,把菲尔·奈特从平庸中解救出来的,是源自一个疯狂的想法。 当年在他读大学的时候,有一堂讨论课,要求教一篇小论文,菲尔·奈特当时写的就是自己最热爱的运动鞋,他认为,当年日本的商品已经非常厉害了,在相机领域,日本人的相机已经打败了德国相机,那么在运动鞋领域,日本人的造鞋子,也一定会打败德国的阿迪达斯。 所以应该把日本的鞋子推荐给美国人,让大家享受到更好,更舒服的运动鞋,这在当时仅仅是一篇作业而已,但是菲尔·奈特在斯莱想去后,决定折随自己的内心,以此为突破口,鼓起勇气开始创业生涯。 于是菲尔·奈特当时干了三件事,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车卖掉,把所有的暑假打工继续拿出来,又找父亲借了点,凑了笔路费,在1962年孤身一人去了趟日本。 第二件事,在日本,菲尔·奈特又孤身一人来到神户,跑到鬼种虎运动鞋公司,跟他们说想在美国售卖他们的运动鞋。 这里解释一句,当时这个鬼种虎公司啊,其实就是现在日本埃斯克斯跑鞋的前身,现在在不少购物中心里,依然还有这个牌子。 第三件事,经过谈判,花50美元,从日本批发了12双运动鞋,这50美元买的12双鞋,就是他创业的全部起点。 这三件事在当时看来,都非常疯狂,1962年的时候,日本刚刚战败投降17年,普通的美国民众对于日本,依然有着非常深刻的仇恨和偏见。 比如菲尔·奈特的家人,其实非常反对他前往日本,更别提他还是个毫无社会经验的毕业生,而且,就算安全抵达日本,对方公司越不愿意把鞋子给他。 或者鞋子拿到美国,到底能不能卖得出去,一切都没有答案,甚至在作者的心里啊,也根本没指望这些鞋子能卖多少钱。 这样一种又冒险,又看起来丝毫无利可图的行为,该怎么解释呢?没有其他的解释,唯一的解释,只能是热爱。 菲尔·奈特认为,正是完全依靠内心的这份热爱,才让他跨出了人生重要一步,否则,他可能直到现在,还在山间小树林里不停的抱怨。 题外话,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,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,但盲从是要不得的。喜欢我的文章就果断关注转发吧。